盡量的能夠還能付出 那為大家做點事 去年過世的資深藝人高齡峰 罹患血癌留給外界無限萬喜 大家晚上好 紅海董作郭台銘的弟弟郭台成 2007年同樣因為血癌 砸了好幾億治療 最後還是不幸病逝 為了找出血癌新的治療方法 台大運用大數據 分析了300名血癌患者基因後 最新發現 病患身上的3個基因 和11個微小核糖核酸 是血癌的治療關鍵 从病患資料里找出共通點 未來病患只要在確診後 靠快篩驗出關鍵基因 就能知道病患是血癌的低風險 還是高風險族群 定出治療方針後低風險族群 接受一般化療就可以 高風險就能及早安排骨髓移植 和傳統的血癌需從全身基因檢測 找出問題來相比 曠日費時光檢測費用就要2萬元 但最新的這套關鍵基因檢測法 2到3小時就搞定 價格更是十分之一 我可以根據你基因的圖譜 一樣利用大數據的分析 我可以可能找到哪一些基因 它可以用來預測 它對某一些疾病的風險 除了血癌以外 同樣原理未來也可被應用在 肺癌乳癌患者身上 就連正常人也渴望在健檢時找出基因疫狀 被台大醫師稱為是基因算命 以遇到血壓患者 未來可更快速預測病患 對治療後的反應 大數據分析如今也能運用在醫療上 記者機關 胡登麗 台報道